哇塞 你就一做小白脸的 直输不就完了吗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就俩字消失 他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很卑劣 或者我很龌龊 他完全没有这感觉 所以他站在那边的时候 季宇轩啊 由头粉面 骗财骗色 连学生的钱都骗了 恶劣到极点 视频中这个被导师轮番怒骂的男人名叫小偷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惹了众怒了呢 这还要从他女友佳佳的哭诉说起 他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中 我知道他有一个同居两年的女朋友 他一直说他们快要分手快要分手 但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 他说那个女人年纪比较大 快40岁了 他不喜欢那个女人 他说他们之间只是各取所需 相互利用利益的关系 贾家一开口就爆出了猛料 他告诉众人 小涛在和他交往的同时 一直被一个富婆姐姐包养 这个发现让他十分痛苦 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当他去质问男友这件事时 他竟直接消失了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贾家到处都找不到他 所以他这才求助到了节目组 想向男友要个说法 由于这种事太过奇葩 小涛一上台主持人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求证 面对主持人的询问 小涛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态度看起来很坦荡 但做的事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主持人见此继续追问 那就说你跟他谈恋爱期间 一直脚踩两只船咯 没有 我认识他那个时候 已经跟前面一个女朋友 有一段短暂的分手 然后中间认识了他 他是填空的是吗 好家伙 小涛可真是有啥说啥 扎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看他的表情 他是一点也不愧疚 俗话说债多不愁 狮子多了不怕咬 既然这些都承认了 那么被富婆包养这种事 他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认下呢 刚开始我是房子到期了嘛 然后没有找到房子 就住在小红家里面嘛 小红是谁 就是我的另一个女朋友 现在他跟你的关系是 现在他跟我是男女朋友 刚才他说比你年龄大是吗 对 大多少啊 十岁 但是他说你们互相之间是利益关系 我怎么理解 没有啊 就是我住在小红家里面嘛 住在女朋友家里怎么能算包养呢 那只是普通的同居 小涛话里话外都是这种意思 终于不再光棍地认下 努力捡起他身为男人的尊严 的确 只凭同居这一点 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 小涛就是被包养的 但佳佳接下来的爆料却让人想为小涛开脱都没有借口 小红的房子 有的时候可以开小红的车 每个月小红都会给他生活费 那个大姐给他钱是吧 对 是吗 兄弟 我经济紧张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钱 好家伙 这还不算实锤那什么才算 小涛胆子还真是大 在这种情况下还敢勾的佳佳 真不怕红姐断了她的零花钱吗 对此小涛表示她才不切这个 甚至还敢把佳佳带去红姐家 第一次跟她去的时候 是她说她晚上看恐怖片 害怕睡不着觉让我去陪她 去了之后 我看到她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是一个女人穿着比基尼 只露着后背 脸是侧脸的二分之一 就是怎么看都看不清长什么样 我说那你知道画上这个女人 是谁吗 是明星吗 她说不知道啊 不认识 小涛的所作所为 让现场中人大开眼界 这可真是碍事一道光绿 到你发慌 刚还说没有脚踏两条船 现在就露仙了 而且要说谁最惨 那绝对是红姐了 供车工房还给钱花 尽心尽力养着的男人 却肆无忌惮地 把别的小姑娘带回家 不禁让人生出无限同情 而佳佳也因为那个照片 心里有了些怀疑 之后更是在小涛朋友那里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有一次跟他朋友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从他朋友口中得知 他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我听到的时候很生气 我背包就走 他就出来追我说 你听我解释 我们两个不可能 我们不会有结果的 我只是 我们只是各取所需 小涛朋友 因为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 不想让佳佳 一直蒙在鼓里 便故意挑明 而最后小涛为了稳住佳佳 说了好多富婆姐姐的坏话 让本就恋爱脑的佳佳 相信他和洪杰只是逢长作戏 佳佳才是那个真爱 不得不说小涛真是人渣 说到这里主持人忍不住询问小涛 你的那位县女友知道 有这么一个姑娘的存在吗 知道 她也跟我闹过 也跟我讨过 但是她呢 还是比较大度的 因为我外面朋友很多嘛 肯定都是男女都有 在一起吃饭啊 去酒吧玩啊 这些肯定是很正常的 不管是我还是她 我们只要不做出 太出格的事 她也不会去管我 好家伙 这还不算出格吗 洪姐这应该不是女朋友 这就是个妈呀 随后主持人 把小涛的好朋友请上了台 让我们加深了 对小涛无耻的认知 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她确实是跟洪姐 那段时间是分手了 然后洪姐去外地了 那什么时候 小涛的洪姐又回来了呢 差不多半个多月以后吧 小涛的朋友告诉我们 小涛跟洪姐 当时的确分手了 半个月的时间 但在洪姐出差回来之后 他们又很快和好了 所以在之后的一个半月里 小涛一直处于 脚踏两条船的状态 直到洪姐知道了 家家的存在 勒令小涛老实点 她才真正和家家断了联系 她跟家家的那段感情 就是说 他们开始差不多在 一个多月以后 家家基本上每天 都会给我打一通电话 他们俩谈恋爱 她为什么每天给你打电话 从刚开始 我们感情非常非常好 到慢慢不知道为什么 她变得对我越来越冷 但她不接我电话 不回我心情 我没办法只能给她的朋友打电话 原来小涛在被洪姐发现劈腿之后 并没有直接和家家说分手 而是采取了冷暴力的手段 逼家家主动放弃的 这种方式给家家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恋爱脑的她是在校大学上 联系不上小涛之后 她连上课的心思都没有了 每一天在宿舍痛苦流涕 想各种方法只为联系上她 家家始终不相信小涛能这么狠心 也为曾经她对她是那么的好 我第一次见她 我觉得她像一道光 很耀眼 然后 对她印象很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会联系 经常约出来 约出来 去酒吧 或者去唱歌 或者去宵夜 她那时候真的很好 她会把胳膊架在我身后 不愿意让任何人碰到我 撞我一下 她会一直一直牵着我的手 但怕不得让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一对 回忆起两人的曾经 家家再次气不成声 不得不说 小涛是真的恶心 她不想和家家谈恋爱 大可以直接说出来 可她却偏用冷暴力的手段 但即便这样 家家到现在还怀有一丝希望 希望小涛能再次牵起她的手 这让现场众人怎么也想不通 家家年轻貌美 还学历也高 怎么就偏偏要在这棵歪薄树上吊死呢 听到这里图雷老师忍不住问小涛的朋友几个问题 第一 他跟洪姐分手之后还住在洪姐家是吗 是 第二 洪姐一直稳定的给他每个月生活费是吗 这个不一定 好 第三 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这个女孩买单是吗 包括你们跟他一起吃饭 也有时候是其余的哥们一块卖 谁多谁少 相对来说家家会多一点 好家伙 图雷老师真是发现了盲点 住着洪姐的房子开着洪姐的车 吃喝完却让大学生家家买单 小涛真是把吃软饭贯彻到底 而且家家是个学生 身上所有的钱都是向父母要的 小涛花别人父母的钱不得逢年过节去看看 再教一生爸妈嘛 那么他到底花了家家多少钱呢 你跟他谈恋爱谈了这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对吧 对 花了多少钱 我没算过 但是我只记得当时来北京是贷了三万多块钱 然后跟他认识之后我会经常跟家里要钱 比如说今天打了三天过两天我又要 你这前天后后问家里人要了多少钱吧 十万块钱 这有个恋爱脑的女儿也太费钱了吧 家家要是小编的女儿 那小编早晚得被气死 家家向父母要钱不敢说实话 每次都拿学业做借口 结果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他绝不觉得愧疚 随后家家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再次询问小涛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你是想要和我继续走下去 还是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 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但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 你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你真混蛋 人家让你说清楚 你就不说清楚 这小涛可真是个混蛋 连主持人都看不惯直接对的 他给家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却还仍在恬不知耻的 说出我们可以做朋友这种话 这让一旁的陆琪老师怒法冲冠 再也忍不住怒火对的 哇塞 你就一做小白脸的 直说不就完了吗 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很卑劣 或者我很龌龊 他完全没有这感觉 所以他站在那边的时候 季宇轩啊 由头粉面 骗财骗色 连学生的钱都骗了 恶劣到极点 一个正常的男人 堂堂正正男人 就算再穷再穷再穷 他也不好意思 一次一次跟姑娘 跟自己爱的女人去伸手 再做那么多男生 你们有那么一次一次 往姑娘几个月身上 套十万块钱吗 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吗 干得出来吗 陆琪老师把小编想说的全说了 小涛身为一个男人 本该顶天立地 靠自己的努力吃饭 却偏偏非要吃软饭 而且还脚踩两条船 差点毁掉一个 本该有光明前途的大学生 这已经不能用坏来形容了 这是令人发指的恶 而且关键是这种恶 我们无法用法律制裁的 你没干违法的事 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精力 体力换取金钱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呢 除了法律 那个底线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叫道德 如果你觉得自己 还应该有一些 做人的道德的话 就别在这儿 再说便宜话 什么做好朋友 你多轻松 当初你骗人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呀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就俩字消失 不要再出现在 这样的女孩生活里 出现在家家生活里 小涛自己是个 没有道德不知羞耻的人 但他必须明白 他对家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他没有资格和家家继续做朋友 唯一应该做的 就是彻底从家家的世界中消失 而面对一直执迷不悟的家家 嘉宾们既心疼又痛心 涂雷老师忍不住苦口婆心的劝告他 除了家人把你当宝 别人都把你当妈 就包括他今天 始终不肯说我们老死不想往来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他就是希望偶尔他没钱的时候 你还可以当妈 不过来骂一骂 你已经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了 你还在这儿 起立你所谓的爱情 还在说它是一道光 还在说它即使是小白礼 我也誓死相随 你觉得你还有脸吗 不自爱的人 我相信他永远都不懂得爱情 你自爱吗 将来要自爱吗 回答我 你要 你愿意掉头离开吗 面对图雷老师的劝说 家家沉思良久 终于下定决心 不给自己留退路的 直接离开了舞台 家家在众位评委老师 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虽然他心中仍有不舍 但我们相信 时间能冲淡一切 俗话说每个女人 一生中总要遇到几个人渣 希望有了这个经历 家家能够真正成长起来 不要太过依赖于 虚无缥缈的爱情 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 让自己强大起来 也为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